秦芳 快搁挡 秦芳 你演得太差了 我当时哪有那么狼狈啊 容颜爪劲 游毒炮 看来再吃多少次都是没用的 我 我就 进了 救手 杨阳 秦芳哥哥是坏蛋 你怎么可以打飞龙哥哥 你仔细看看 到底是谁比较惨 杨阳 我想你误会了 我和秦芳不是真的在打架 而是在模拟战斗 模拟战斗 前两天 我们在超世界遇到了很强劲的对手 完败给了对方 我们的朋友白夜 也遭到了杰杰的反噬 受了伤 所以 我们想通过这样的方式 不盘战斗 找出对方的弱点 可是 一无所获 你们就是天天研究这个 把黑眼圈都熬出来了 贪吃鬼都饿瘦了 偷偷偷偷 松手 一定是我在超世界抢购的零食快递到了 别客气 这些倒给你们吃 哇塞 这也太好吃了吧 这些都是进口零食 很贵的吧 嗯 这些 只卖平时售价的十分之一都不到 不过 只有手速最快 最幸运的客户才能抢到 你们就大口吃吧 不用给我审 我什么时候才能像你们一样成为超原护卫队的一员呀 要是有我在 你们一定不会输的 哪有你想的那么容易 打败我们的可是 是什么 我从厕所出来再跟你说 他一定是失太疾了 菲伦哥哥 你怎么了 啊 西萨 你居然找到了这里 啊 什么萨 菲伦 你怎么了 哪里不收缝 啊 哥哥出什么事了 啊 哥哥 你再等我一下 脏了 这些零食有问题 喵破 你帮哥哥们交去护车 送他们去医院 那你呢 我要去超世界找那个卖家算账 咱家都是渠道家 亏本补贴卖的 数量有限 保证正品 假一赔十 他在骗人 我表哥吃的他家零食上吐下血 大家不要被这开心上下骗了 我现在要求你们立即停止直播卖货 并且对我进行退款和配偿 大家别紧我啊 表姑娘 你怎么证明他们是吃我家零食导致的 我当然有证据 这 这不能算证据 我看你就是对手商家派来的 我才没有 你家零食要是没有质量问题 敢不敢打开一包给大家看 这 你再胡说八道 我就对你不客气了 哼 我才不怕你 我表哥是大名鼎鼎的超原护卫队 元飞轮和秦峰 我看你怎么对我不客气 你上来 我们仔细商议 不好 两个快走 来都来了 那么急着走干什么 都怪你捣乱 导致我没法子继续卖货赚钱了 不过没关系 只要我换个直播间再换个名字 就不会有人发现了 师傅 这次你又要易容成谁啊 就让他替我卖好了 谁要替你这个骗子卖货啊 不用试了 我已经设置了直播间的禁止下线程序 真是太卑鄙了 只要你替我完成卖货的任务 我就会放你回去 等一下 没用的 他一定在这里设了品账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要吃这么多吗 你 你就把他们当巧克力豆 一口气吃下去 杨杨说去找卖货的人算账 怎么到现在还没回来 他能出什么事 我觉得该担心一下那个直播间 会不会被他拆了 有三顿呢 杨杨发消息来了 北伦 秦峰 好久不见呢 金龙 他怎么会用杨杨的账号给我发信息 不用奇怪 你们的表妹正在我的直播间直播呢 想要救回她 就带上金马来视频中先找我吧 看 杨杨在那里 看起来她好像还挺得心应手的 一点也不像被强迫的样子 我感觉事情没那么简单 我等了你们好久 金龙 那些假骂伪劣灵食 不会又是出自你手吧 少废话 赶紧把账号里的所有金马交出来 别乱了啊 否则你们的表妹可就不好说了 你 就这点 你别太穷了吧 金龙 放人 放人 没那么容易 你还想怎么样 每次战斗我和超音刀都输给你们 我要你们一动不动不许还手 你说什么 我们答应你 不可以答应他 只要能救出杨杨 我们扛得住 哈哈哈哈 这可是你们说的 开齐 爆裂结界 上吧超音刀 大戏 是吧 太过分了 叶婆 秦峰 难道就这样看着赤林峰和叶婆挨打吗 去 别引起金融的注意 你没事吧 没事 他的旋徒像丸子一样轻 你说什么 叶婆 来了 大量用户举报 视频桌心第八十八号直播间 售卖三无零食 超世界系统已自动关闭其直播间 请超原护卫抓住主播 拿回受害者们被骗的钱财 什么 你的直播间已被系统关闭 那么限制洋洋的屏障尽致 你就不存在了 哼 你们别忘了 超原护卫任务中所要抓的对象 是售卖三无产品的商贩 那要怎样 直播卖货的 不是我 是你们的表妹羊羊啊 哈哈哈哈 那个笨蛋 你才是大笨蛋 羊羊 你没事吧 放心吧 飞龙哥哥 我刚才一单都没卖出去 而且还以金融的名页 把之前的订单全部收回 跟所有的受骗者承诺退款赔偿了 你说什么 你竟敢耍我 看我怎么收拾你 躲虫飞身 躲虫飞身 冰霍 快动 秦峰 你怎么了 我肚子又开始痛了 糟了 过了吃药时间了 羊 羊羊 快跑 快跑 暴猎出尽 暴猎变丢 白叶 你们给我记着 哥哥 灵依 你们没受什么伤吧 放心 白叶上次受的伤早就痊愈了 那就好 羊羊 对不起 都是因为我们 这不怪你们 所以你以后也长长记性 金融就是听到你是我们表妹才 秦峰 因为我一直都相信你们 我被金融关进直播间的时候 也根本不害怕 都是因为 我相信飞轮哥哥和秦峰哥哥一定会来救我 也一定会打败金融 羊羊 你说得对 羊羊 我们是最强的 失败一次不算什么 我们会学习经验不断成长 谢谢你相信我们 有时候你也是蛮可爱的嘛 我话还没说完 我一直相信你们会战胜金融 可是没想到最后救了我并打败金融的 就是这个姐姐 从今天开始 我的崇拜对象就是灵异姐姐了 只不仅被封所有订单被退 之前好不容易赚的钱也被秦峰当做赔偿金全部赔了出去 接下来 你在做什么呀 帮你发下压力师傅 都怪你 我都忘了接下来要干什么了 就是金融 费半天劲从那两个小子手里骗来的 一定得趁灵徒发现前 先藏进小镜坑 师傅 你确定不会被发现吗 不许说不激烈的 对不起老板 不是 我是唐昭啊 小唐啊 大哥 你还是那么幽默 怎么突然打来了 是赚到钱了 是赚到钱了 当然 最近小赚一笔 加上你的存款 我们可以在超世界大街 住一间最便宜的小剧场了 这么说 你的喜剧梦想 我的喜剧梦想 要实现了 我终于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剧场了 一会儿再看老板还还价 省钱又不耽误实现梦想 一箭上吊 今天这里 似乎没有演出安排呀 西萨大人 我们走错了 站住 行动失败了 不及时汇报 这是想去哪儿呀 我现在就去汇报 汇报什么 汇报出了一大堆回扣 汇报私藏了灵徒大人的钱财 你真以为超世界里能有事情瞒住我 哈哈哈 天真 只是 我还以为你拿那些钱 是要做什么大事呢 原来就是想弄个破喜剧秀 哈哈哈 怎么会有这么无聊的梦想 怎么会有你这么愚蠢的人 哦对了 你的小金库我暂时收下了 什么 啊 算是对你屡次任务失败最轻的惩罚 你竟然黑了我的账户 卑鄙 你 你要再多说一句 我就不能保证 我会对灵徒大人说些什么了 哈哈哈 哈哈哈 师父 大哥 我是个没用的人 你在胡说去什么呀 事实就是如此 我什么都做不成 我什么都做不成 不是这样的 请问地铁上有三只羊 请问地铁上有三只羊 突然上来了一只狼 请问还剩几只羊 还剩三只 因为地铁上不让吃东西 哈哈哈 时间关系 先到这里 不着急 你们还没看到一个喜剧大师的全部功力 咬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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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你 你想干吗 谢谢你 谢我 对 你是第一个让我笑出来的人 其实太感谢了 难道 我已经有粉丝了 你好 请问怎么称呼 我叫唐州 我从小在孤儿院长大 不知道什么叫快乐 你 受到了什么吻去吗 那些事我不想听 总之 我尝试了很多方法 都没让我笑出来 但在今天 我真的好开心 我终于体会到了 什么叫快乐 那恭喜你啊 所以 我决定 以后你的每一场演出 我都要来看 那个 我确实打算要做 个人喜剧演出 但一直缺一个助理 这样吧 我看你很真诚 要不要来当我的助理啊 真的可以吗 那是当然 但有个问题 你说 我可以帮忙 我现在启动资金不是很够 还没办法坐下小剧场 不就是赚钱吗 但是里的钱只能买到这个了 咱俩一人一半吧 我不饿 你吃吧 你是要成为喜剧大师的人 超市剑 自处不流言 自有流言处 别露出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自信一点 我们要去哪儿找工作 这不满大街都是吗 信我 就按照我说的来 快拔掉 不行 非得玩 你在干嘛 向你学习比赛技巧 那这是 不会了 不会了 别跑 你别过来 你别过来 有本事 别跑 就是他嘴碎 坏了我们的好事 你们那偷心魔狗的也叫好事 真是多管闲事 都让开 哪儿来的 真是碍事 等等 什么 我不是 太好了 超市剑 果然英雄多 超市剑 果然英雄多啊 大神 你为了保护我 你可让鸡蛋上炸了 把主打伤 我太感动了 我要爆打你 我就是这么一个剑狱围着好人 不需要你抱的 不行 尊神 这样吧 看着这么柔弱的样子 我就勉强收你为徒 教你怎么不被别人欺负 是 师父 谢谢师父 大家放心 无论如何 我都不会放弃我的梦想 可可你的小金库还在西萨的手里 超医刀 超医刀说的没错 小金库被西萨没收这件事 不能就这么算了 大师上级 我们能怎么办 我可不只会傻傻的闷头干活 我发现 灵图一时暗中把金马转到别的地方 而且用的是加密转账 所以呢 所以他转的金马 超世界系统是没有办法追查的 然后呢 不还是没有办法吗 你是不是傻 既然都没有办法追查 那我们 师父 我明白了 你要偷离住大人的钱 什么叫偷啊 是把属于我们的拿回来 对 拿回来 用户们提供的线索在这里断了 还是没找到金融 可是 我们的金马还在他手里 那可是我们载了好久的 好在 其他用户的金马都被讨回了 这金融也太狡猾了 家子一定要好好教训他一次 走了 我在帮忙打牵呢 与其废话 不如做点实际吧